一場疫症令大家人心惶惶 走到邊去到邊都要消毒消毒消毒 酒店因為住客車輪轉 更加被視為高危的地方 旅行就可以去少鎮 但始終有些工種無可避免要出國 入住酒店有什麼自補方法呢? 其實我們要當酒店是一個公共場所 第一件事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洗手間和公廁都沒什麼分別 因為第一件事 你真的不知道上一手的人 他有沒有蓋過衝刺? 開著那個衝刺 他的廁所、碎和大便那些東西 可以睡到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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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一些長的位置這些 有可能是之前一手沒有開過的公廁 而且上面是佈滿很多織 所以盡量不要躺躺躺躺躺 衫不放在上面 饒醫生就建議入洗手間 先用消毒藥水或者酒精濕紙巾 清潔了刺板和刺盤內側的位置 另外洗手盆都是很髒的 洗手盆、裝水、洗臉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如果沒那麼多消毒藥水或者酒精紙 可以用花瓶在轻轻里面洗一个圈 洗干净一点 洗好水才会用 另一件事要知道就是浴缸 又是那句了 就是之前不知道前一手的住客去做的什么 也有报告过 有住客一家人去用浴缸洗澡 整家人一起感染了流浴 但千万不要以为 我不浸浴 用企缸就万无一失 关于考虑的东西就是 浸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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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浸浴 主要是希望浸浴前一浸 客人用过或者在这里做过的东西 雕糟的东西 希望浸浴去洗澡 才开始浸浴 第一件事我们会碰的 就是 是 REMOT CONTROL 有时有些 大家喜欢看的 可能有些小电影 太兴奋 都不知道有些什么在上面 可以的话 就用手指抹一抹它 有些水煲 有些同志们朋友们 兄弟姐妹们 都会用这个水煲做不同的东西 高至煮面食 低至消毒一些卫生用品 都发生过的 其实高温 大部分菌都烧得死 我建议就是 煮两次水 倒掉它 第三浸水 才考虑它用来喝 那就会比较干净 很多韩国人都喜欢 一跳跳上床 然后鞋子就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这张煎是很糟的 而且大部分酒店都不用 所以这张煎可以变滑 偏差它 千万万万 days 不要用 放在装饰的那些 通常灌脆 为何游戏是不洗的 所以很多人用过 千千万万的人用过 所以 不要 枕头的cover 我相信应该是干净的 因为大部分都会用的 因为通常会清洗 棉皮里面 里面这个腹 是不会洗的 我和大家分享一次 或者两次经验 在英國的時候,我試過住一間比較香川的酒店 它是有一張很舊的尖 又在白布蓋著 我伸了一隻腳出去,之後我整隻腳都還沒拍 所以,真的要記住一件事,隔著白布 其實入到酒店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真的前一手跟你分享這間房的人,你不知道是誰的 是,大家好運,開心